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盲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盲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砌抗疫,平静制反网报 好,今次就讲一下新宜英皇友的KOL 粗口哥,粗口哥其实我几 我觉得他做人都比较公道的 他都几惨下 原来 昨天就是他去英国以来 最黑暗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叫做黑色三年星 即是三件大的倒霉事情 他就说 Sogory 不知道你有没有 看过动画 好像其他的东西 就觉得自己 是好像渣鼓那样 为什么渣鼓呢 你觉得渣鼓漂亮不漂亮? 我觉得渣鼓有多漂亮 某程度上我喜欢渣鼓比高达 我也是 他就说 他就说这个观点 其实很多人喜欢渣鼓,但是为什么 高达总是很抢镜 他就说自己 就是好像渣鼓那样 被人讨厌之外 亦都是遇上了很多不幸的事 说回今天的事 他就说 话说 今早 大家见到 他一个post 都几乱的 就是一番公司 正想努力工作的时候 居然 女魔头 即他的上司就说 里面没电了 坐在这里 原来英国真的有些地方开始没电 他就说 What the mud 唯有 坐在这里 够等 我引述他 坐了整个钟 都没有电 哎 不过都挺好的 有钱收 你说 多爽脾 结果另一个 主管叫 Angry man 就出来说 有电 不过 大家知道 要手快脚做 因为你始终坐了一个钟 因为他是阿姆顺做工 说明是阿姆顺做工 是的 因为他 你知道 你做少一个钟 你要快手 当然之前阿姆顺也有人罢工 其实他们这帮新而英港人都挺乖 没有罢工 去到别人国家就不敢乱差 当然 突然之间 做了一下 又没有电 不过这样 不过这样 Angry man 另外一个男主管 电就未有 不过天亮了 你够光看到东西 继续做吧 不过他就说 吊那妈 我引述他 扶狗到 还开了窗门 没暖气 你是不是认真的 哎 扑街 原来他真的是认真的 终于 以为坐狗到一个钟头 有钱袋 结果 逼他做的手脚是等于一个钟头做两个钟头的事 之后一个钟头 在寒风当中做事 手指都僵硬买 真是 第一件黑仔的事 那之后终于放break 就是这个休息了 本身今天 放工已经有了planning 一堆东西要做 结果女魔头又走过来 西人来的女魔头 之前我们都说过 女魔头就跟他说过 他有个亲戚 住在一个叫香港人村 结果 吵得仔就搬走了 记得吗 就是这个女魔头 之后 这位粗口哥就被 B&O追击他就说 说大话 污蔑香港人 这样说 粗口哥就说 你喜欢怎么说怎么说 当然 女魔头又走过来说 麦哥 你搞定条胎了 之后粗口哥就说 胎 你又知道有问题的 我也不知道条胎有问题 不过 蛤 不是前后胎 是你后面左边条胎爆了 之后我就说了一句 粗口哥就说 蛤 不敢是吗 结果 这位女同事就说 昨天看着你走的时候 已经 贬了 之后 他就跟你说 不敢是吗 你早点说 之后他就说 我没机会说 我不是大佬 你可以message我的 没机会说 玩东西 你自己驾车应该 感觉到 对 不过可能落雪 他 投胎 你走的时候应该感觉到 你整天坐下来 不知道 他就趕快看看车 他说 糟糕了 真是 幸好他本身都觉得前胎有点事 就约了星期五 现在 当然 因为他说约了星期五所以 天天都是超慢速 洗车 超慢速行车 但是看到 条态比借柠檬 关事吗 不好意思 还比借柠檬的鸡蛋 结果 他就淹底了 马上去附近的车房查查查 你是对的 千万不要冒险 千万不要冒险 尤其是 如果落雪的话真的不好 是不好 很危险 会发生什么意外就不好 然 także 他也说 幸运附近有车房 檢查即 Lyndshe 是 激活盟後有很久,沒辦法駕駛了 駕駛後不能駕駛 heatsink 很慢又可以,差不多10wy 20m 當然了,他說不,他心想 原來這麼嚴重,我就問他究竟是甚麼事 駕駛爆了,就要換那一個駕駛,你不能保館 那些没得补的 补的便宜很多,就说换吧 之后他说你可以来拿车 结果粗口哥四点半下班 当然要等 这个就是第二条黑仔的事情 车胎爆了 终于粗心,没得说 还有女魔头没有提醒你 你应该知道你开车的 我爆胎是这么多种事故,最容易感受到 如果车会轻轻一边 还有跌得很厉害 有雪可能感受不太厉害 始终你觉得摇房很厉害 你加油的时候 车好像没有什么颜色向前 可能冬天下雪,你都觉得走得慢一点 业务为意 还有,车胎这么扁的时候,你还走也挺有勇气 他终于搞定了 回家饿得 饿得 我引述的 快手煮食,吃饱了 结果没火的 难道加热又忘记得入钱? 这好搞笑 原来他是这个套计计划的,不是月费 用了 他当时没得选 立刻课金给这个能源公司 等 工乱不会立刻有的 要等一等 要等 他就说 等 再等 又等 等了又等 等了整个几钟 都是无料到 这个Smart Vita 又有问题了 即是 标又有问题了 唉 又找不到这个 叫做 可以帮手的人 想起 这两晚 是暂时来了英国最冷的 扑他 我 做错了些什么 要这样惩罚我 好冷呀 煮不到食物 又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有gas 叫外卖 真是好客 结果 这样都可以miss order 是不是天气太冷的 外卖仔 不想再接 不赚你的钱 但他说前前后等了 过几钟 最后才跟他说 原来没有人送 终于 没办法 就走路出去 随便买些食物 搞了几多钟 再加上 屋主的帮忙 最终 就叫做 找到救命方法 大哥你家里没有干粮吗 顶一顶也好 面包 病肝顶一顶也好 他说 不至于今晚凍死 他说的只是引述 感谢屋主 这个就是 第三件黑仔的事 究竟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可以黑到这样的 我引述他 不过 真是没办法 相信 这个冬天 应该 活有罪黑 只有更黑 因为 东西越来越贵 这个都没办法 亦都安慰他 他说下星期暖了 熬了这几天 他就说 下星期都没搞定 你们应该 不会看到我再出post 到时去一些报纸 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恶狗人士 逃回香港 不是吧 打算回香港 这票现在都很贵 是啊 回香港很贵 不是说笑的 是啊 九点又贵 是啊 什么都贵 亦都说 你真是很乱吓 他就说 哎 几单东西加上 一起发出来才是劲 亦都说 还想着花园 喉爆了 找不到水 已经算黑仔了 那也找不到 你的房子 就是另一个人跟他说 当然 带水长流 半个小时才叫黑仔 见到你这么黑 我都可以立刻收皮了 亦都说 去这个gooutdoors 买一部 这个car signal 就是小小的那些 二十多磅钱一个 又可以打烤鱼 我也有 没gas 没电又可以顶一下 其实 有没有想过 他说这样也好 亦都说 买个单头电池炉 不就好一点 又可以打烤鱼又有用 初果就说 其实我也有 不过忘记了放在哪里 有错 你家里有多大 亦都说 我们租屋的全屋用电 买了一套gas 和gas 应该是小小的那些 用砂码的那些 现房停电时候用的 起码可以煲水煮面 这是现实 各司各法 从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 是难的 真心地说 难听说 你选择得 你就预了有这些风险 和有些不愉快的事件 亦都说有gas吗 他说 有不过smart meter 是未解决的 他很stupid 很笨 一点都不smart 这些东西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 亦都说 惨惨猪啦 我分享下 我现在没有热水 厨房限定 那么 疑似是 冰冻了 未解冻 当然 他粗口哥就说 你这个 窩囊 有没有校定冬天模式呀 不过厨房 only 不大问题 希望快点搞定啦 当然 亦都说 我这里楼下 那层 不是 专场来的 保温很差 那条水喉就跟着 是那幅墙走的 那 亦都有人说 整件事看到你都很幸运 第一 老板给你很大机会有工作表现 因为 你一个小时内可以做两个小时的事 就说顶你 拿警定震行 亦都说 同事很关心你 留意到你没有留意的事 让你收回一条命 第三 就是附近 有维修兼有宴货可以立即换 已经很幸运 这件事我会同意 OK的 你的同事 你的同事 是有留意的 不过没有跟你说 没有早通知 早通知你 另外呢 没有GAS就给你个机会想一下有什么新的煮食方法 干凉啦 如果你平时又买一些 香港人最喜欢的杯面那些 都可以顶一下 一两个也好 另外呢 热水煲 内 再 拿个热水煲煲面 撒蛋 或者腸 有电就OK啦 亦提醒你最好买定 代包 或者 或者是microwave 这个很多人都有 microwave 亦都说 Delete了几个小时 -9度 其实呢 还有暖夜落土 已经很幸福了 其实它本来不需要这么惨 你是有个对比才觉得幸福 一天赴9度之下 亦都说 有屋主帮你已经好了 不至于捱我 很多租客都恨都恨不了 围绕着刚才我说的东西 是不是你觉得很窩心呢 香港人加油 保底健 好久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说我的车 结果是爆了胎的 但是呢 刚好那个位置 是一个有多小斜的位置 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换胎相当麻烦 而且是半夜三更 有千斤顶吗 什么 有千斤顶吗 有千斤顶 因为你斜路 很危险 而且 刚好爆胎那边是近着这个坑渠的 我听到好像很不够 不过我都尽力一试 结果呢 我的车胎那里有四粒 四粒螺丝的 有一粒非常之顽强 我怎样弄都弄不掉 搞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算了放弃了 明天才叫车房来搞 你们不是很方便 什么叫车房 很晚了 已经召唤不到谁来的 因为做这个是 如果你附近有车房 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 你要叫拖车 那些又好像小堤大造那样 就是换个胎 什么拖车呢 然后你半夜又要叫人 再把胎来 这样帮你 很难找到的 其实 那就唯有第二天才解决 然后很幸运没有粗口哥那么惨 什么都没有磨损到 虽然只是随着脖子疹放有个孔那ى 毫死为2月委员 就解决了 但是呢? 刚才讲tor的 bio 爆了4条胎 他说呢,车胎爆了4条 前两条胎是 relieve 凑定2天又回了 你 install knowing是否有漏封? 4 1968 后两条胎,差不多是江头胎 很危险 更加照射车 安全起见 一夜玩完就很肉赤 没办法肉赤也要 因为你之前应该换的 光头胎太危险了 一般人如果负担不起 通常都是 换了一对 换了后那对 然后前那对 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再换 一次过换了四条就有点伤 其实一般来说 前他磨得快 因为他杀 当然有人说 用练力和自己说一点都不动 是开玩笑 扶狗到你怎样用练力 亦有人说 冰河 热狗 练力抗共 亦有人说在家开暖气就不动了 我都知道 亦有人说 富狗到都要出去做工 大声地和自己说一点都不动就不动了 这样 当然 亦都 有人说 不断和自己说 撑你的肺 现在好像夏天中暑 没事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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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人说 我这里负六道 比你好一点 亦有人说 我这里负五道 今早还要户外工作 事实上去到英国 当然跟香港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每个人早新移民都有 不如意的地方 食得咸如抵得渴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食得咸如抵得渴 最重要是你自己觉得没问题 你就去 但是 不要 好 学阳采来的首歌 不会哭于你面前 有很多东西 我以前有个亲戚 移民来这里 他以前在大陆很有钱 但是 来到这里当然什么都做 跟我们做责货铺 帮忙 搞点东西 但是他也是有股份 他也是很辛苦 更加 我知道有一个来自浙江 以前在浙江也叫做有间企业 不错的 是指人那些来到这里也做清洁 但是我们清洁阿姨的收入是不错的 清洁阿姨的收入是不错的 他 居然这样说你既然是 打算选择在外国生活 那么很多东西 都是要 自己受 只可以这样说 会不会还是时时刻刻想着用 人民币来计算 这些物价 不会啦 为什么要用人民币 有很多新二英港人是这样的 不要啦 我觉得更难计 你要想两次 对吧 我不明白 只可以这样说 做好自己 不是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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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